一脚踹翻国民党普渡桌子 连好兄弟都敢惹 不满江启臣提出两岸新论述 统派人士气翻天 常委抗议场内也有意见 我更要再次确立 本党对于两岸交往的坚定立场 与核心价值 江启臣话才刚说完 坐在一旁的中常委范成莲 直接唱反调 说国民党两岸论述需要中国同意 当场激怒江启臣 怒标范成莲论述哪里有错 你跟我说 没来开会的人 没资格说这种话 有一些是属于本党 我们该坚持的立场 我们有必要对所有的常委 还有外界来做说明 纯粹就是一个沟通 那我想在经过 说明沟通之后 大家也都能够理解 没有必要把国民党 送向这样 直接往红色身上绑 如果这些人 真的还是觉得说 我们什么事情 都要跟大陆讨论的话 那拜托他们去加入统促党 留着招牌飞机头的范成莲 不仅是国民党中常委 他在中国生意做很大 不仅担任中国金明光电董事长 广州法兰克公司科技董座 手上还有中国饱腹酒店 生意都在中国手上 要求党内连决策 都要看中国脸色 我不好意思的讲 有点为反对而反对 所以让主席 小小的生气了一下下 国民党想摆脱红筒形象 偏偏党内亲中派 还能在中常会上掌握发言权 连前总统马英九 首站及中站的发言 唱和中共 又对党内路线指手画脚 国民党想甩掉亲中帽子 又被自己人泼一身红漆 难以摆脱亲中形象 三线小宇之先锋哲 台湾报道 杰克团访台 这次总统府赠送了一个纪念